帕金斯,我只是坐在那里,不知道库里什么意思,糊涂6月6日训今日,其实中风肯德里克帕金斯接受采访谈到自己在总决赛G2与勇士后卫斯蒂芬库里发生口角的事件,我只是坐在那里,他落地时碰到了我的腿,帕金斯说道,他站着和我的腿纠缠在一起,我不知道人们想要我怎么做,他再问,你在搞什么? 我反问,你这话什么意思,我就是坐在那里而已,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以这种方式挑起争端,帕金斯说道,也许他们需要明智的选择这种话,而不是跟我斗气,我不认为,我是他们愿意碰上的麻烦,所以,也许他们应该换个吵架目标了。 此前根据NBA记者Chris Haynes报道,多位勇士球员在赛后透露,在G2第3节结束时,他们与骑士球员肯德里克帕金斯发生对峙,是因后者在库里向后倒退时,不愿意开自己的膝盖和双腿,导致二人发生口头冲突。 一些勇士球员认为,帕金斯的行为十分危险,这是双方发生口头冲突的原因,他们担心库里会因此遭遇脚踝扭伤或者膝盖伤势。 对此,库里在赛后说道,我不会谈论这件事情,我没有评论,编辑Ocean's。 双方法